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媽媽反而叫我主動 有時候叫我說阿姨 有什麼需求她不好意思講 或者是她在想要又没办法做到的时候 叫我一定要就是如她的愿 对啦 她说你这个太太 是非常难点 你要好好地疼惜 所以觉得有时候妈妈会很袒护润脸吗 有 有时候还会觉得说 那你们都为她没为我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回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春暖向阳天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两位来宾 一位是本尊 我们欢迎吴福川师兄 主持人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李若雅 主持人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这一集当中其实看到了福川师兄的妈妈 其实生病了 可是我感觉上从第一集看到妈妈 好像觉得她人过一生她自己的准则就是 对很多事情都很包容感恩 从来没有说过埋怨的话 你的印象当中的确是这样子吗 对 妈妈她本来就是非常典型 也非常就是传统式的这样的一个妈妈 她就在相夫教旨这方面 她就是从来也不管受什么样的一个 有受什么委屈她从来也不抱怨 那就是很认劳认怨的妈妈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娶的老婆是个客家女孩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语言不通的 然后我们在戏里头看到后来妈妈是很认真的去学国语 在这个部分还可以回想起妈妈是怎么样 也有一些些这方面的改变吗 妈妈她本来就是 比如说那个爸爸有时候就是常不在家 那她在独自撑起这个家庭 所以说她在待人处事方面 或者是为了生计方面 她必须要学习很多 所以她平常在语言这方面 她就在应对之宜 她就很懂得去学习一些这样的语言 那论年结婚过门进来的时候 妈妈对这个习物其实 她本来就对她印象很好 而且她觉得说跟论年她两个人很 就是很谈得来 语言不通还可以谈得来 我觉得真的是 有时候就是用一些那个自体语言 或者是用一种心电感应 就是彼此都能够了解对方 妈妈是这样的 我觉得在戏里面看到若雅跟我们的这个 妈妈的过程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其实这是演戏 你要把真实人物的那种互动演出来 你跟这个妈妈是 要刻意地去变成一个语言不通的对象 你能够感受一下说怎么有一个婆婆 然后对于媳妇从第一眼看到 还没有只不过是女朋友而已 就这么疼这么的热情 我们看了都感动若雅自己呢 我觉得其实人跟人之间的缘分 真的是一个很微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觉得 可能真的是热言师姐跟她的婆婆真的是有这个缘分 所以真的是一见面就投缘 然后我们在拍摄过程中 我是跟梅学姐 然后来做 来饰演这个婆媳 那我觉得 第一个梅学姐她本身的个性 也很活泼 然后也很开朗 所以其实我们在 一些对戏的过程中 然后在片场 我们的互动 其实就已经有蛮多 很趣味很有趣的事情了 然后再加上就是 在实际的演出中 我们要去有一些 例如说语言上面 语言不通 笔手画脚的桥段啦 等等的 那我觉得其实 人在生活中 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很多小事情 就是像这样子 或者一些小趣味 那我觉得这个 怎么样子巧妙的地方就在 怎么样子把这些 所谓无法沟通的事情 想尽办法 不管用肢体也好 用 用这个所谓的那个传递 或想尽办法 还是有办法可以达到 那个沟通的目的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很可爱 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社会上说 不行啦 她跟我们家庭的生活不同 语言不同 可能就成了一种阻碍 事实上 只要心量大包容 这些其实是可以克服的 对不对 我觉得不要想得太多 有时候反而因为 这一个说不太好 然后万一阻碍了 反而是少了一段好姻缘 对不对 可是在你们家就没有这种情形 而且我觉得妈妈真的是疼润脸疼到 我们自己看戏的人都觉得 好嫉妒又好羡慕 妈妈曾经怎么样 在她自己可能跟别人说话好 或者是跟你提到的时候 去觉得润脸好在哪里吗 有时候那妈妈 本来就跟我讲过说 润脸她是一个非常勤俭 一个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那反而叫我主动 有时候叫我说 她好像要有什么需求 她不好意思讲 或者是她在想要 又没办法做到的时候 叫我一定要就是如她的愿 对啦 她说你这个太太是非常难点 你要好好地疼惜 譬如说她都不敢买什么 还是怎样 还是说你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就要主动跟她提起一下 或者是说什么东西 你自己去买回来 知道她买 她又不舍得买的时候 你就要主动一点 妈妈有时候还会跟我这样提起 这样提起 所以真的其实妈妈她的那种贴心 是不仅仅是在照顾自己的孩子身上 她真的是把润脸当成 自己的女儿一样 对 所以觉得有时候妈妈会很袒护润脸吗 有 有时候还会觉得说 那你们都为她不为我 偶尔会这样想 你觉得妈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 为媳妇反而更胜于自己的儿子 瑞雅自己的感受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婆婆她真的是很 应该说她 第一个她可能很了解润脸 然后知道说润脸的个性是 可以为了另一半为了家里 无怨无悔的付出 然后几乎就是 忘记自己 对对对忘记自己了 那我觉得婆婆可能是以她自己 同样身为女人的这个角度来看 可能男生比较多粗心的地方 比较多会没有注意细心的部分 那婆婆可能就用女生的角度就觉得 其实女生会在意这个 其实女生会注意这个 那儿子也是男生 你可能会忘了 就提醒儿子这样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在这个前提当然也是因为 婆婆非常非常认同润脸 也是很疼惜她把她当自己的女儿 所以才会这么的 疼入心 对 疼入心 对 然后润脸自己也很 对婆婆啦 对夫家啦 也是很努力 心重 对 也是很努力地在付出 我相信婆婆都看在眼里 所以我们在禁思语当中说 你真的是要人家对你好 其实没有二法 自己要先懂得对别人好 而且是一种很无私的 对 其实那就是一个很棒 很自然而然人的一种情感的交流 对不对 凡事先替对方的立场照相 我觉得妈妈做到这一点 深叫重于言叫 妈妈什么都没讲 就是做给大家看就对 感恩哪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 今天大家会课试 我们明天见 大家好 我是宁若雅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禁思语是 笑容不但可以表达善意 还可以缩短人际间的距离 我在春暖像阳天里面 饰演的是徐润脸 从润脸师姐的身上 我学到要时时刻刻挂着笑容 因为笑容是具有感染力的 如果你时时刻刻带着笑容 你身边的人 也会时时刻刻带着笑容 这样子大家 每天都会过着很开心 很美好的一天 把这句禁思语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